就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国内有许多的时候出现一些钉子户 然后自己就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一个 关于德国波斯坦这个地方的一个末房的故事 这故事的讲述者 我看的那个书的原作者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继 当年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教授 你们知道毛泽东年轻的毛泽东 当年有机会到北大去 其实跟杨昌继在北大教书有关系 同时杨昌继教授也游历了欧洲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看到了这座墨房 然后就了解了关于墨房的一段故事 说的是当年威廉一世在位的时候 然后呢他修建了旁边的乌幽宫 乌幽宫就在旁边 然后修建结束以后 或者国王本人亲自到乌幽宫来看看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这么墨房 横在自己的宫殿的前面 而且这墨房十分高大雄伟 然后呢让他的整个的这个视线受到遮遮遮遮掩 他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难受 怎么当时见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后来他就想是否能够跟墨房主商量一下的高价 购买他这个墨房 以及墨房下面的土地 然后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以后 他这个乌幽宫这边的事也就会非常好 然后他就派自己的 内务大臣 来找到了墨房的主人 墨房主 墨房主年龄也不小了 老头 脖子很硬的这个样子 我不买 不买 国王也买 国王要买也不买 说这个墨房是我们祖宗家 祖宗传下来的财产 他永远 我不想买 然后内务大臣回去汇报 汇报以后 国王说 跟他好好商量 再把价格再翻一翻 看看他 可以不可以卖给我 然后内务大臣再过来跟墨房主上来 墨房主上来 说你给我十倍的价格 我也不卖给你 我这是无价之宝 回去内务大臣 就感觉交代不了 但是还要跟国王说 国王最后说 天哪 我的老百姓如此的横暴无礼 我给了他这么高的价格 他都不卖 干脆这样 把他拆了 拆钱 拆钱 然后当然提前也没有在那上面写个大拆字 然后就 内务大臣就派了一些工 一些施工人员来把他拆掉 拆掉了 然后就 要把钱强制的给这个老墨房主 老墨房主坚决不要钱 同时猜着手 他就像我一样的 秀个手在旁边看着 说是你国王权力很大 似乎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我德国还有法律在 我德国还有法院在 如此不公平之事 我必须素质法院 获得公平的解决 过了几天 波斯坦地方法院就收到了 一个起诉状 墨房主诉威廉一事 判在法院立案了 然后 法院经过审判 但是到我们学过西方法律的人 呃 民法的人都知道 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是不法强拆的话 法院给的救济 就是两项 第一恢复原状 第二赔偿损失 法院最后经过审理 最后毅然决然的 做出了判决 判皇帝败诉 威廉一事败诉 命令他必须要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于是获房主 就赢得了这场诉讼 那么法律保护私有财产 这样的一个规则 在西方是远远流长 大家知道可以追溯到罗马法 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法 那么 在德国的1860年代 1870年代 这样的准则 当然是毫无疑问 后来莫房主就继续经营 但是后来 老皇帝死了 威廉一世死了 然后 威廉二世继位了 老莫房主也死了 莫房主二世继位 然后呢 这个莫房主二世啊 在这个地方经营个莫房 你知道 他生活很辛苦 很寂寞 那个时候 柏林已经 好像欣欣向荣的一个城市 他觉得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我干嘛要经营这个莫房 于是他经营的就很差 就濒临破产的 他在家里边想着 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突然想到 他爸爸生前 曾经跟老皇帝打过官司 哎 这莫房没准现在 再卖给新皇帝 没准他还会要 他就把它拆了 那么他的景观就很完整 很好看 于是他就给新的皇帝 威廉二世 写了一封来信 告诉他 现在经营太差了 现在已经达到了500马克了 非常 那个数字非常大 然后说我现在 因为你们家老爸 曾经跟我家老爸 有过这场诉讼 所以我想皇家可能现在 还需要这个地方 所以能否 现在你再来给我拆迁了 然后呢 我就拿到了经济补偿 还了债 我就可以进城去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结果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给皇帝 过了一段时间 皇帝的回信来了 那个回信写的是 我亲爱的邻居 说 听说你经营不善 莫房看起来要卖掉 现在你这情况 我作为邻居感到 非常非常的同情 但是这个莫房要卖掉 要拆掉 是我绝对不能够同意的 此莫房已经成为 我德国司法独立的里程碑 应该世世代代 保有在你莫房主家的名下 永世不能够拆除 因为你的经济情况 比较困难 所以我作为邻居 我拆人送去五百马克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 就算我借给你的钱 你有了钱再还给我 但是你必须要 不允许你卖掉莫房 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然后 这莫房就没有卖成 这个莫房到现在还保留在这 我的文章八十年代末期 就发了这篇文章 我就发在经济日报上 好多读者都看了这个故事 很感动 因为杨长记的那个日记 都埋没了多长时间 没人读 后来我在演讲中间 刚才段律师也说 我在演讲中间 每当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特别激动 当然一个留学德国的学者 在武汉大学的 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对我的这个 由于我的转述 而变得更加多的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故事 说里边有些史实方面的错误 有一些出入 好像这故事不是 不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后呢 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对我这个谬种流传 到时就传播这种不实的故事 神话表示不满意 说贺卫方自学不严谨 当然如果是看史料的话 这个史料里边是有一些 衔接点上的问题 在这一步的去考证的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 自学严谨总是一件好事 就像那个我们的那位 该死的博士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 伟大的历史学家 陈英雀先生早就说过 伪造的史料 经常有真实的价值 虚幻的花园里边 也许有真实的癞蛤蟆 因为一个史料 他比方说烈子 杨朱传 杨朱传是汉朝的人伪造的 不是先起时代的作品 但是陈英雀先生说 汉朝人为什么伪造 这样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写作 去传递这种思想 那么他也反映了 汉朝的人的一种观念 某种观念 或者他们的希望 所以这种 这个故事本身在德国 可以说是流传很广 可能在某个店里边 看到一个明信片 上面就是老末房主 正在旁边看 猜他的末房那个场景 德国人也非常相信这一点 而且相信了 一百多年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 传递的信息是西方人们 根深蒂固的 对私有财产 要求从法律的角度 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愿望 哪怕国家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 哪怕一个皇帝 他觉得自己的子民 都是他的财产 那样的一种观念 都必须要严格的保护私有财产 第二个观念就是司法要独立 哪怕一方当事人是国王 是皇帝 法院的裁判也必须是居中裁判 不能够有所偏探 这就是这个末房主 末房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在这儿讲末房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末房底下 讲末房 上次我来跟 跟秦辉教授夫妇 跟吴思先生 跟这个张思之先生 我们一块到过去末房底下来 但是我们讲这个故事 我说这几个历史学家 我不要让他们好像听到 我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这一面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末房底下来听这个故事 会颇为有感觉 我也回去想把这个故事 再进一步的去考证一下子 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是假的 但是假的为什么变成真的了 这个假从真来真一假 有时候人们说 是共产党的有些时候的法律 并不管用 或者说有些法律制定的时候 就是不想叫它 真正起作用 所以大家对这个法律本身 就觉得很讨厌 不愿意用到 但是我说 有时候假系真做 就变成真的了 所以我们要有效的去利用 现行法律中间那些个 有利于民权保护 有利于 个人尊严保障的条款 来去慢慢的促成这个国家 实现一种良性的转变 这个是莫房主给我们的故事 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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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